现在还有一分钟就到我们开始的时间了 我想看看我们现在一共有多少人 已经到了啊 一共现在我看到的是12个人 正好现在有的人还没有到 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的话 现在也可以问我 我们正好可以一边问问题 回答问题一边等其他的朋友 现在呢我们有16个朋友已经到了 好现在已经有一个问题了 说我们是如何快速的获取大量廉价标注样本呢 这取决于具体的问题 像有的问题 比如说图像分类的问题 或者是图像分割的问题 还有自动驾驶的问题 现在你在网上呢 是能找到一些公开的数据库的 那如果你的问题很特殊 可能取决于特别的渠道 比如说假设你是想要做 医学图像方面的处理 比如说通过自动的X光片 判断一个人的X光是透视的内部器官吗 你想通过X光片来判断 那内部器官是不是有病变 那像这样的数据集呢 你可能都需要和专业的医院去对接去获取 而且标注这样数据集的人 可能也不是普通的人能做到的 不像图像的分类那样普通的人做 这可能就需要专门的医生 并且是那种看片子的那种专业医生才能做到 那如果你有一些场景不是那样子 比如说你需要专业人士才做 比如说假设你是要做一个自动摘苹果的机器人 对吧你需要一个摄像头对着一个苹果树 看其中的苹果的位置在哪 像这样呢 大概你是需要自己去找一些专业的图像标注公司 我听说国内现在在好像河南省吧 有特别多的这样图像标注公司 他们有很大量的人帮你做标注 还有你接下来的问题是说对于医学图像这样的场景 是否采用DL难以满足大批量样本的问题呢 其实取决于你自己的去获取数据的能力 当然深度学习需要的样本的确比较大 但是也比较小看医学领域的数据 你想可能全中国的话 就算每一个省的话 那平均我们算它有四个主要的大城市 每个主要的大城市至少有十家比较主流的医院 对吧 那就是至少有四十家主流的医院 这四十家主流的医院 就算每天只给十个病人看片子 那你想想 他们获取的数据是多少呢 假设一个省有四个 假设你有 我们中国假设四十个主流的省 每个省假设十个主流的医院 对吧 每个医院假设可以给十个人看片子 那一年他能获取到多少数据 他就能获取到这么多数据了 如果你能够打通医院这个场景 其实他们的数据量蛮大 你想我想像这个 X光片种技术少数有二十年的历史吧 那你看看 你能理论上来说 你至少能够获取的数据量 大概就有这么多 你这并不是一个多类别的问题啊 你是一个 比如说是针对某一个具体的病变的问题嘛 那你看起来你就有两千九百多万张图片 这只是一个非常保守的估计 如果你真的需要做这件事情的话 估计你需要去有这种渠道才能做到 如果你假设你没有办法获取到 比如说是这么多医院的东西 你假设你只能拿到一个省的十家医院的数据 你也能够拿到七十三万张图片 如果你真的要做这样一件事情 你如果作为一个创始人 你们团队至少有一个人 要能够搞定一个省的十家医院 跟你们合作提供数据的能力吧 如果这一点都做不到 估计还真的挺难的 二十年 因为X光片的历史至少有二十年 这算是一个非常保守的估计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